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Canning drawer lifter 2 pieces canning drawer lifter 似乎就是它,似乎就是它是吧 但是为了比较严谨,我们还是用这个工具来看一下 把这个关掉,Canning drawer lifter 这个很奇怪 因为有的有两千多的其他的review都是非常少,甚至没有review Canning drawer lifter,是吧 有点奇怪,这个是吧 那么用reversation来看的关键词,它 drawer lifter drawer lifter canning 它并没有我们所说的canny drawer lifter 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canny drawer lifter 它的搜索量是多少啊 drawer lifter canning 这九个关键词都还可以 但是搜索量来说的话还是这个 drawer lifter 还是比较高一些 所以说主关键词应该就是这个 drawer lifter drawer lifter 也是,搜索量也还可以啊 drawer lifter,甚至比这个 drawer lifter还要高一些 六千多 所以说这两个词都还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nny drawer lifter 这个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就是同类产品 基本上都是同类的产品啊 然后就是有很多不相关的产品 第一页就有很多不相关的产品 说明这个市场竞争并不是那么强 而且很多产品都没有review 另外就是像这种情况啊 我 很容易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销量特别集中 因为它都是团的产品 很容易导致啊 这个top5 销量集中在top5 或者是甚至是top3 嗯 你看白冰 稍微烤后的 基本上就没有销量了 即便它的第一页啊 往后翻一下啊 往后翻一下 有很多人也是想进来飞一块蛋糕 但是呢 问题在于他们如果没有差异化的话是很难分到的 所以做这个产品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都是新都是新的listing 那么这个产品似乎就是一个网红产品 我们看一下它的搜索趋势啊 看近六个月的搜索趋势 也是最近刚飙升的啊 是吧之前基本上都没有搜索量 几十次搜索量 那么到 一直到七八 六月六月份开始飙升 一直到八月份 六千多搜索量 那么这个 似乎是一个网红产品 至于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红起来 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啊 需要深入的研究 那么这个市场是个什么情况啊 简单总结一下 新兴市场是吧 基本上review很低 嗯 除了这一个啊 其他的比较都很低 竞争对手 不少 但是竞争对手的质量都不高 而且呢 很多人想进来吃这块蛋糕啊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产品差异化 如果没有好的产品差异化 他们进来很难 赚到钱 基本上销量都被前面排名前几的 分走了 这个也是个新兴市场 那么究竟 他为什么可以迅速的红起来 背后是是个什么原因啊 如果你想做这个产品 还是需要具体的去研究一下啊 多方便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为什么可以红啊 能不能持续啊 你对这个产品了解的越多 就可以更有效的 规避风险 这个产品就说这么多吧 至于他那么多啊 我觉得 如果你能找到差异化的方法 似乎 也是可以试一下 毕竟他成本低嘛 这玩意儿 成本估计几块 几块钱的成本 另外就是 这个也不像是 有什么 专利的产品 因为是很简单的东西 是吧 好这个产品就说这么多吧 这两个产品就说完了 说的比较简单 那基本思路 分析产品的基本思路 基本上说清楚 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好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 谢谢大家